第991章断壁求生 随着周凡 沈静带着舞者们快步进入 白府内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 只是周凡他们的脚步不停 那些围过来的人只能不断后退 你们干什么 一个中年男子站了出来板着脸沈声道 这人是白老太爷的二儿子白天婿 白家有人站了出来 白家舞者立刻胆气一壮 不肯再后退 周凡与沈静的脚步就停了下来 沈静瞥了一眼白天婿 寒声道 一鸾丝办案 敢阻拦者斩 你敢 白天婿怒怒圆瞪 就算是一鸾丝 也要给出一个理由来 否则别想再行前一步 要理由可以 让白老太爷出来 沈静平静道 跟我说也一样 白天婿道 你算什么东西 要不你们去请白老太爷出来 要不就给我滚开 沈静不耐喝道 他又踏前了几步 白天婿脸色阴晴不定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个声音从其背后响起 二弟 白天婿听到这声音 顿时心里松了口气 他连忙让开宫进道 大哥 周凡也认得的白天华走了出来 不知两位大人来这里有何事 白天华拱手平静问道 我们有些事要问白老太爷 周凡说道 白家人这么多想硬闯除非支援尽快来 要不然很难可以做到 这恐怕不行 白天华摇头道 这轮不到你们说不行 事关重大 要是白家想阻拦 那将会把白家当作叛逆论处 沈静冷声说道 白家不敢阻拦官家做事 白天华面露悲痛道 我说不行 是因为老太爷刚刚逝世了 白老太爷死了 在场的人都是面露恶然之色 周凡与沈静很快就见到了白老太爷的尸体 沈静先开白不看了一眼 确认是白老太爷的样貌之后 他冷着脸道 燕 燕是要检验是否真正是白老太爷本人 这世界存在很多的手段 能让一个死人伪装成另一个死人 但总会有痕迹 服尸们立刻蹲下弯腰检查着白老太爷的尸体 站在一旁的白家人敢怒不敢言 站在最前面的白天华脸色淡然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以死 和人声音尖锐道 他浑身发抖 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事 白老太爷居然死了 周凡看着地上的尸体 他没有说话 但心里太了口气 知道这尸体有很大可能是真的 白老太爷显然是想用自己的死来保全白家 他们都低估了白老太爷的决心 但这事又不能怪和人 因为就算和人第一时间带他们过来 恐怕也是这样的结果 你们白家以为他此事情就完了吗 和人又哭又笑 哭笑之余还在不断咳嗽 我有你们白家涉案的证据 我要你们白家跟着我和家陪葬 周凡微微挑眉 和人说错了 白老太爷这样一死 那白家就可以把大部分罪责都推在 白老太爷个人行为身上 白家会有不少人受到牵连 白家也许会衰落 但恐怕到不了 毕竟白家这么大 黄不觉与张公公带了不少舞者出现在白家 其实在周凡于沈静带着舞者进入白家时 就引起了西北三方世家的轰动 张李家 东方家 曹家 孙家都立刻得到了消息 但是涉一鸾丝与白家 他们四家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密切关注 当然一鸾丝也没心思理会其他四家 黄不觉与张公公知道白老太爷死了之后 他们的脸色都是沉了下去 好不容易才知道噩梦怪绝的信息 现在白老太爷死了 那很有可能线索就彻底断了 尸体暂时没有发现任何伪装的痕迹 他是服用七毒丹死去的 服尸经过初步检查之后 就向周凡他们汇报 七毒丹是一种就算跨过了幻血断 舞者都能毒死的剧毒丹药 黄不觉冷冷扫了一眼听那白家人 他冷声下令道 把尸体带回私服仔细检查 给我搜 任何线索都不要放过 敢阻拦者与发现可疑人 都给我捉起来 敢反抗者杀 一鸾丝舞者们立刻四散 开始搜寻了起来 白家的嫡系都是震了一下 看着现在白家的主心骨白天华 希望他能拿个主意 只是白天华一动不动 默认了一鸾丝的搜查 周凡走到了何人的身前道 给我证据与名单 白家犯罪的证据与牵涉人员名单 何人也已经冷静了不少 他没有答话 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别给我们添麻烦 故意把一些人也牵连进来 没有证据 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而已 周凡看出了何人的想法 何人偏了一眼周凡 还是爆出了名单 并且从自己的身上 取出了三个信封 交给了周凡 周凡拿着这些东西递给手下人 让他们按名单捉人 那些人没有逃 因为无处可逃 不是说他们无法逃出城 而是他们逃出高巷城 无处可去 伊兰斯必定会通缉他们 没有身份的他们 想进入其他人类聚居地 其能伪造身份 但伪造身份很难 每一个外来者进入聚居地 官家都会甚之又甚 而在荒野外 想生存下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些麻烦或许能解决 他们不能逃的另一个理由在于 他们要是逃了 那白家就会受到包庇罪而被处置 到时他们的亲人更是会被着重针对 无论哪一国 对逃犯的律令都很严苛 一律是连坐制度 如一家之主的白老太爷 如果偷偷逃走了 那整个白家的人都会被捉起来 然后以与白老太爷关系远近来论罪 所以除非白老太爷很绝情不顾整个白家 要不然他不会逃 这也是和人之前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的原因 但和人没想到白老太爷宁愿死 也要保守秘密 这样做或许会暂时缓解白家的危机 但白老太爷一死 带着所有秘密死去 就是彻底得罪了宜兰斯 得罪了官家 就算白家今天能逃过一劫 但所有的世家都不敢再与白家交往 白家将会彻底衰落 所以周凡他们不明白 白老太爷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第992章威吓 伊兰斯将白家里里外外搜了一遍 但并没有搜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 白家太干净了 就算是一瓶梦丸都没有 把名单上的人都带回去盘问 黄不觉满脸怒意道 从今天起 没有伊兰斯的允许 白家所有人都不准离开白府一步 敢踏出大门一步者 可杀之 还有让白家在外的重要成员都回到高象城来 当然他们想逃也无所谓 白家的人既若寒蝉 没有人敢阴化 白天华作为现在白家名义上的家主 同样被带走了 整个白家的人都如惊弓之鸟 忐忑不安 忧虑白家与自己的命运 但这已经不是周凡他们所关心的了 他们将人带走之后 就急匆匆赶回了伊兰斯府 在路上 周凡与黄不觉三位四镇时商量了几句 就决定分头行事 周凡继续调查白家的案子 关键是看能不能询问出那些怪诀的特性 而黄不觉三位四镇时继续投入过夜的准备工作之中 何人也被关了起来 周凡先是让府里的医师给何人看病 医师告诉周凡 何人确实患了绝症 除非能寻到罕见的高价丹药 否则也就是一两年的命了 但那种丹药就算遇上了 就算是清静高项五大世家其中一家的财富 也买不起 周凡明白过来后只是轻轻点头 白家的人有府里的舞者询问 暂时不用他理会 所以他先来看了何人 何人死气沉沉 白老太也死了 但他还是输了 因为白家还没有彻底倒下 周大人 我已经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 你来找我何事 何人一边咳嗽一边道 真的没有了吗 周凡问 你再认真想想 这样白家最多衰落 说不定未来会死灰复燃 何人面露惨淡的笑容 如果有 对现在的我来说隐瞒起来又有什么意义 周凡沉默了一下 他转身离开何人的关押之处 回到了监狱的一家镜室内 看着摇曳的灯火 大人 两个舞者走进了镜室之内 何人有没有问题 周凡问 大人 没有伪装样貌的痕迹 其中一个舞者连忙回答 在收押之前 宜鸾斯当然会对何人进行一次核查 周凡没有再问 不是他怀疑何人有问题 而是谨慎问一下而已 毕竟何家就剩下何人一人了 他要彻底确认这个就是何人才敢放心下去 白家那边怎么样了 周凡又问 白老太爷的尸体经过再次确认 与出验结果没有区别 经过审问 在证据面前 白家被逮捕的人大部分都承认了自己参与金梦丸的事情之中 但他们对噩梦怪诀都说一无所知 有没有问出上次白家商队运送那怪诀唯一幸存者的下落 周凡又问 那幸存者很重要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能找到唯一一个了解那些怪诀的人了 大人 他们说那幸存者回来之后 就已经离开高相城不知去向 舞者回答 周凡调媚道 都是一样的说辞吗 差不多 舞者低头回答 他们说那幸存者他们也无法接触到 只是隐隐听说送出了高相城 周凡叹了口气 他知道那幸存者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白天华有没有说什么 周凡又问 白天华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舞者说道 何人提交的证据 也没有白天华参与了这些事的证据 大人要不要用刑 白家都已如此 就算一鸾丝对白天华用刑 谁也不会多说一句 只是周凡摇头道 没有用的 这种人就算你用刑他也不会说的 把他提来 我要亲自审问他 是 两名舞者转身出去 很快就将白天华带了过来 现在的白天华带着明克符文的手铐脚料 身体的真气更是早已被封住 但他还是淡然的表情 坐在了周凡对面后笑道 周大人 想不到我们会有在这里见面的时候 周凡也是笑道 我也没想到 想当初在酒楼与白家主相谈甚欢 实在不忍见到白家主如此样子 白老爷子死了 白天华就是家主了 所以周凡才会如此称呼 这算不了什么 白天华摇头道 我们白家做错了事 自然要付出代价 周大人 那些人该关就关 该杀就杀 白家绝不敢有半点怨言 这包括你在内吗 周凡淡淡的问 当然包括 白天华一脸严肃点头 只要一鸾丝能拿出证据 我白天华也没有什么要说的 但此事真的与我无关 还望大人主持公道 周凡对于这话只是呃了一声 他又说道 看来白家主很有信心 在过来之前 我与四位四镇使为了白家的案子 简短商量过 对白家的案子也有了大概的定论 白天华的腰背不由得挺直 他对白家的命运其实很担心 要不是有白老太爷临死前对他一番交代 他恐怕早已经崩溃了 家主这个位置并不是这么好做的 尤其是现在这时候 撑不过去 别说家主的位置 就算是白家还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 我们的结论是证据不足定罪的 当然要放走 就似白家主想的那样 要是我们没找到证据 迟点就会把你放了 周凡淡淡说道 如此便谢谢周大人了 白天华客气笑道 待出去之后 要是周大人赏脸 白某设宴款待周大人 与周大人似上次那样喝酒聊天 我肯定赏脸 周凡面无表情道 不过黄大人他们说 现在有足够证据表明那些噩梦怪爵士 白家商队送到高相城来的 周大人 那不过是家中一些愚昧贪婪之辈做出的事情 可不能因此就把整个白家都算进去 白天华连忙打断道 这个恐怕就难了 周凡叹了口气 噩梦怪爵霍乱高相城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四位四镇使大人与我 都会被宜兰斯撤去关职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太好的办法来对付噩梦怪爵 黄大人他们与我对白家的行为都很生气 周凡说到这里脸色冷了下来 我们不好过 也不能让白家好过 第993章噩梦怪爵来历 我们不好过 也不能让白家好过 白天华脸色微变 即使早有心理准备 但听到周凡说出来 他的心还是一尘 四位四镇使加上周凡 那就是代表着整个宜兰斯都会针对白家 别说现在白家已经元气大伤 就算是鼎盛七的白家 也不是高相宜兰斯这个官家最强大机构的对手 要是再被针对 元气大伤的白家就真的是无法缓过气来了 大人 你们这样迁怒白家 未免太过分了 白天华一连愤慨道 周凡淡淡道 你说迁怒就迁怒 但此事因白家而起 你们找好了替死鬼 白家老太爷也死了 大卫律令奈何不了你 你以为白家就能平安无事吗 从今天起 宜兰斯的舞者会一天十二时辰查白家 白家在高相城这么多年 真的能干尽的一点坏事都没做过吗 白天华脸色又是一变 水至轻则无鱼 有哪个世家没做过一些肮脏事 要是宜兰斯真的死盯着白家 那白家肯定有不少旧案被翻出来 就算没有 那些合作者也不敢再与白家合作 因为一旦与白家合作 那就上了宜兰斯的黑名单 民不与官斗 就算是世家巨富也不愿惹上这个官家最强力的机构 就算我们五人不幸被撤职 那也没事 你要是对宜兰斯了解 那肯定知道 上来的也会是我们派系的人 让他们继续帮忙查白家旧事了 白家要是想往附近县搬迁 那得慎重考虑 路上的路可不好走 就算侥幸搬到了其他县城 可是那也有一鸾丝 也有我们认识的同侪 白家想在那边落地生根 周凡默然道 白家主 你觉得有可能吗 白天华额头渗出了汗珠 他脸色有些苍白 勉强维持镇定道 周大人 这又何苦 你们这么费尽针对我们白家 能得到什么好处 白家送来的噩梦 怪诀可是会让我们五人丢掉官职 周凡脸色微冷道 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心思 才爬到这个位置吗 我们不尽最大力气报复白家 白家当我们好欺负吗 周大人 事已至此 我们白家也不想事情变成这样 我们白家可以尽最大可能补偿五位大人 无论是要钱还是要其他东西 白家主 你应该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周凡开口打断道 白天华沉默了一会道 我不是很明白 还请大人明示 我们要噩梦怪诀的所有信息 如果我们能捉住噩梦怪诀 我们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也不会针对白家 周凡说道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那噩梦怪诀的事情 白天华急声道 白家商对遭遇袭击 据说还有一个幸存者 幸存者呢 周凡冷冷问 那人白天华顿了一下道 走远了 走远了 那就是再也找不到 再也找不到就很可能是被白家杀死灭口了 周凡面露嘲弄道 我与四位大人的意思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不管白家主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 这都不会改变我们对白家的态度 白家帮忙 我们保住了官职 让高相承扫死一些人 那白家就有一线生机 我们要是输得一败涂地 那白家也就不会有白家了 周凡拍了拍手 两个舞者走了进来 周凡冷声道 希望白家主不要考虑太久 你也知道的 说不定今夜过去 上面就失去了耐心 对我们五人动手 两个舞者架起白天华将他往外带 白天华一个机灵道 周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 但老爷子临死前说了一些话 也许会对你们有用 说 周凡挥了挥手 让两个舞者等等 说可以 但周大人必须保证 一鸾丝不再追究我白家的责任 白天华道 周凡轻笑了一声道 白家主 你觉得自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吗 说不说就随你了 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我与四位大人都不会有兴趣追着白家穷追猛打 你更应该担心的是那些世家们 白天华微微沉默 财声音沙哑道 老爷子说很抱歉 他也不想弄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那完全是意外 周凡轻眉问 你们运送怪诀的商队遭遇了什么事情 老爷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事 白天华眼神闪烁道 但偶然下我听到了几句 说有人袭击了我们的商队 致使那些怪诀得以逃跑 再多的我就不知道了 周凡没有再问 而是耐心听着 其实 其实 要是能捉住那些怪诀 老爷子说他们早就去做了 而是没办法捉得到 白天华之之无无说 他偏了一眼周凡 怕周凡生气 但周凡的脸色很平静 关于这点他早已猜到 能产出默默的怪诀 要是能回收 他们早就想法回收了 而不是做事不理 白天华知道这些话 周凡他们肯定不满意 他咬了咬牙道 老爷子说他也不知道那三个怪诀的来历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他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 然后经过无数次尝试机缘巧合下发现了孟默的作用 原来只有三个怪诀 周凡默默将这个信息记录下来 只有三个怪诀 比他想象的还要少 他们洗稀食人的脑水 但一旦喂食人的脑水 他们就会成长起来 老爷子说他们从来不敢轻易喂食人的脑水给他们三个 平时喂食的是动物的脑水 动物的脑水让他们不会饿死 但他们就会停止生长 白天华脸露苦涩说 白老太爷死前才将他换去 把事情告诉了他 他才知道高相成的噩梦怪诀与白家有关 简然白老太爷一直都有准备 不让他涉足进此事之中 就是为了给白家留一条退路 成长起来会怎样 周凡问 老爷子说他们也不知道 白天华苦笑道 他们感觉到危险难以控制 就不敢让他们继续成长 要是无法控制 那只能杀死那三个怪诀 但这三个怪诀很罕见 他们没有发现更多相同的种类 为了梦默供应的稳定性 他们就不敢冒险 第994张 谁说谎 梦默怪诀成长起来不知道会怎样 周凡沉着脸问 那他们可有说那些噩梦怪诀要真正成长要多久 白天华摇头 白老太爷还说了什么 都说出来 可不要有任何的遗漏 越详细越好 周凡冷声道 老爷子说那三只怪诀样子 是三团蓝绿色的光芒 只有喂食脑水时 他们才会从光芒之中探出三根蓝绿藤条的光束 吸食脑水 白天华继续说道 一旦靠近他们 要是没有做任何隔绝措施 人魂就会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没有任何人信念 他们曾经做过实验 就算是道静修士都会受到影响 但道静修士能够感知到人魂受到了侵蚀 也能够远离这三个怪诀 老爷子说他们怀疑 要是那三个怪诀成长起来 这种能力还会继续增强 要是这样 你们是如何运送那三只怪诀的 周凡又问 老爷子没有细说 说是放入某种隔绝魂力探测的容器之中 运送过来的 白天华回答 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们没有派高手暗中看着吗 老爷子说袭击他们的势力同样很强大 而且早有预谋 对方很聪明 在临近高相城 正直商队放松警惕才发动的袭击 白天华叹了口气道 周大人 你别问我们是谁袭击商队的 老爷子说他们也不知道 我现在没兴趣知道 周凡淡淡道 你继续给我说那三只怪诀的事情 白天华沉默了一下道 没有了 老爷子告诉我的都告诉你了 没有了 周凡寒声道 他们是怎么隐藏起来的 难道老爷子他们不知道吗 只要知道那三只怪诀的隐藏方式 一轮丝就能寻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老爷子他们要是知道 那就不会捉不到他们了 白天华苦笑道 周大人 当时老爷子找我过去时 要说的话太多 时间又很紧急 不可能念面具道 周凡脸色阴沉 他冷冷注视着白天华 信息太少了 对我们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 也许 白天华似乎想起了什么道 老爷子说他们也不知道 那三只怪诀躲在哪里 时提过一句 他说那三只怪诀不是没有逃脱过 但从来没有四百家伤对那次那样 消失的无影无踪 很轻松就被他们捉了回去 你确认 周凡知道这肯定是很关键的地方 他问 那几次与最后一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 白天华愁眉紧锁 周大人 你就别难为我了 我不是老爷子 怎么可能知道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他们之前被囚禁在什么地方 周凡又问白天华摇头 周大人 我真的没有遗漏什么样的话了 不过老爷子他有一个建议留给你们 什么建议 周凡一脸认真问 白老太爷留下的建议或许会很有用 老爷子说 白天华犹豫了一下还是继续说 他说 这三只怪诀很诡异 要是实在不行 那我们最好放弃高相承 千走看能否摆脱那三只怪诀 那真是巧了 周凡面露嘲讽道 有一个面具男子也是这样说的 并且他还说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难道你们白家就是与那面具男子合作的吗 周凡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盯着白天华脸上的表情 什么面具男子 白天华脸上露出了亚裔之色 与白老太爷合作的是什么事例 周凡又问 周大人 你觉得我会知道吗 白天华反问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个事例的任何人 白老爷子不想白天华牵连进这时钟 自然不会让他接触与白家合作炼制梦玩的那个神秘事例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说谎 周凡说着话 贴了一眼白天华身旁的武者道 给他一道鬼市符 武者把鬼市符取出放到了白天华的手中 发誓吧 周凡淡淡道 只要你没在刚才的事情中说谎 发誓对你来说应该不难 我个人可以向你承诺 即使你提供的信息很少 但只要一鸾私府能够顺利捉住那三只怪诀 那我们不会为难白家无辜的人 谢谢白天华毫不犹豫利用鬼市符立下了鬼市 看着没有任何异常的白天华 周凡才挥挥手 让那两名武者把白天华带了下去 就算一鸾私没有针对白家 白家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还是很难说的 不过这是白家自作自受 周凡没有任何同情白家的意思 他快步离开监牢 让人去把四位四镇时请到吉义市 说那些噩梦怪觉查到了一些消息 黄布觉四人听说消息 很快就到了吉义市 周凡就将从白天华那里得到的消息全部说了出来 三团蓝绿色光芒 光芒中会伸出藤条般的光束稀释脑水 靠近他们人魂会受到影响 道尽修事也无法幸免 黄布觉四人听完之后都是沉默不语 阿弥陀佛 文提先开口道 如果仅仅是这些 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作用的 但可以试着把这些信息透露 北书院白向四 让他们与我们私府一起查询 看能否对号入座 寻出这怪诀是什么怪诀 只要知道是什么怪诀 那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黄布觉看了一眼已经有些灰暗的天 他叹了口气道 来不及了 至少今夜来不及了 错过了今夜 那就又要丢掉二百多人命 只能尽力去做 周凡眉头微醋道 白老爷子透露的信息 说那三只怪诀吞食脑水之后 会迅速成长起来 我怕他们会有变化 有些怪诀成长起来 与没成长起来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只能如此 希望今夜能够解决他们 沈静缓缓说 还有仪式 周凡看了一眼黄布觉四人道 之前我们得到的存影符 那个面具男子说 最近包括噩梦怪诀在内的怪诀 是他故意放入城中的 我觉得有些不对 毕竟按照白老爷子的说法 噩梦怪诀是被人袭击才会逃脱 这是一场意外 不是白老爷子在说谎 就是那面具男子在说谎 第995章夜灵突变 谁在说谎 简然那面具男子说谎的可能性更大 那面具男子为什么说谎 沈静不解问 我猜不是想给他们组织壮大名声 就是他并不是面具人组织的人 他与面具人组织有仇 周凡给出了自己的推测 黄布觉敲了敲桌子道 有道理 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除了白老太爷背后的那个势力 可能还有另一股不下于他们的势力在高向城 白天华说有人袭击了商队 能做出这样的推论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那面具男子部属于两股势力中的任意一股 那就是有三伙不同的势力了 文提接着道 张公公脸色阴沉道 看来城内形式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 他们未必还在高向城 但我们也不得不防 黄布觉皱眉道 只是该如何防 要不我们传信给众院长与张力老太爷 看他们两人什么时候回来 两位老大人不在 我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 沈静有些忧虑道 那三伙势力要是存在道境修士 我们一乱四的实力可能就应付不来了 存在多个道境修士这个可能很小 黄布觉摇头道 现在我们还能应付得来 又有原海大师在 众院长他们恐怕也就刚到切换雪山不久 宜鸾丝自然有宜鸾丝的责任 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拜托外人去做 只有实在应付不来 才会拜托书院这些势力帮忙 众人又商议了几句 就结束讨论把那怪觉的特征告诉私府的福师 书院白相似 让他们去查阅点击 务必要寻出那三只怪觉的来历 即使他们明白 那三只怪觉有不小可能会是从来没在人类史上出现过的怪觉 但只能尽力而为 谋是在人成是在天 今天再也没有人往城外逃 甚至有不少人从城外回来了 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昨夜三个村子出事 让他们明白 不是说18个村子就安全 既然如此 留在城外还不如回到城内 当然也有小部分人在白天的时候就选择远离高象城 但这样的人还是很少 毕竟茫茫荒野 要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想横穿而过到达安全之地 这途中充满了风险 而且就算到了安全之地 又该如何生存下去 百万人的城市每夜会死不到两百人 人们左右权衡 未必就会轮到他们 这比起去荒野之外赌运气好的多了 夜幕渐渐降临 笼罩着整座城市 周凡来到东南三方 他抬头仰望天穷 今夜无星 漆黑的夜空下是点亮的万家灯火 今天经历的事情很多 总算不是没有收获 至少他们知道了他们敌人的一些信息 三个怪诀 并不是数量多的可怕的怪诀群 在伊兰斯努力 各方势力的协助下 他们终于在入业之前 完成了基本的布置 不说每家每户都拥有防御服录与报信服录 但大部分的家户都有了 连有的家户也尽量安排人手进去保护他们 实在无法的就让两家甚至三家合在一起 一天时间能做到这种程度 可以说已经很好了 但周凡心里还是没底 即使办法是他想出来的 但能起多大作用 他也不知道 只能希望一切顺利 高象城处于黑夜笼罩之中 但高象城又是白天 天穷烈日高挂 城内安定平和 行人 马车 路边的摊贩 商铺 喧闹而平和的景象 在城市的上空 九条如藤般的光线 还是四亿网般交缠在一起 散发出滴滴的鸣叫声 低沉的鸣叫声向着城内扩散 传入所有人耳中 鸣叫声越来越大 最后化作三声尖锐的吟唱之声 交缠着的藤条居然缩了回去 缩进了各自的蓝绿光团内 三个悬在半空的蓝绿色光团大小并不完全相同 它们的光芒柔和 三个蓝绿光团的光芒原本柔和没有变化 但在各自三根光束缩了回来之后 光团变得璀璨耀眼起来 城内的人还是如常按照自己的轨迹生活 似乎没有注意到三个蓝绿光团的变化 变得璀璨的光团大小在剧烈伸缩变换 持续发出刺耳尖叫声 抓得一下 它们消失在高向城的白天之中 出现在高向城的夜空之下 三个蓝绿光团的体积越来越大 如三轮突然出现的蓝绿太阳 在它们出现的瞬间 城内的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所有人都是面露恶然之色 甚至附属的十八个村子 也能看到那三轮高挂的蓝绿太阳 是它们 周凡脸色微明 他第一眼就认出了 这与白老太爷临死前所说的一模一样 城内不少地方传出了喧哗吵杂混乱之声 浮墙有着金色光芒亮起 在空中交织出一道道手腕粗的光网 三团蓝绿光芒远在高向城的浮阵之上 浮墙没有自动产生反应 这浮墙是一轮四斧激活 显然是想将那三团诡异的怪诀光芒隔绝在高向城之外 再慢慢处理 谁也没想到这三团光芒会这么突然就出现了 三团光芒的体积实在太大了 每一团都有高向城一房那么大 又在高空之中 很少有远程武器能到达那种高度 一轮私府一些武者接到命令 跑回私府 准备搬出私府内的公天弗弩 这种弗弩体积庞大 搬运不易 但却是针对飞行怪诀的大杀器 每一架弗弩都需要五匹马才能拉动 需要三个武者合力才能迅速发射弩箭 一切都在混乱而有秩序展开 而在混乱的暗处 也有不少人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在城西的墙上 立着两个人影 在蓝绿光芒照耀下 能看到他们一个戴着黑红双色面具 一个戴着金红双色面具 终于出现了 黑红双色面具男子仰望着天空的光团笑道 只是才几天就变得这么大了 小心一些 金红双具男子审声道 他们估计也在盯着那三只怪诀 准备进行回收 黑红双具男子微微点头道 无论怎样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第996张窝纹 怎么变这么大了 在小同房的一个院落内 面向憨厚的男子吸了口冷气道 我们从来不敢喂食他们太多的人类脑水 当然不知道他们在疯狂吸食脑水之后会变得怎样 瘦脸男子皱眉道 会不会官家也对付不了他们 要是这样 那这座城 面向憨厚男子面斗了一下不敢继续说下去 这座城怎样与我们无关 寻找机会看能否回收他们 要是能 我们就能将功赎罪 要是事不可为 那我们就离开这里 瘦脸男子如此说道 在城外的18个村子都有很多人注视着那三团巨大的光芒 白红馆的人初始也是一片慌乱 但幸好白红馆馆主与他的徒弟们很快就让白红馆稳定下来 阿凡在城内 瘦猴一脸担忧说道 瘦猴还是先担心我们自己吧 瘦猴的师父敖风苦笑道 高向城可是有福墙的 而我们18个村子可没有福墙 要是那三团光芒往村子来 那我们就糟了 一鸾丝一群废物 赶紧把那三团光芒给收拾掉呀 奥公公有些心惊胆战焦急道 太高了 估计一鸾丝也正在想办法 他身边的咒深深冷冷道 咒深深要来镇守村子 奥公公也跟着过来了 奥公公叹气道 小咒呀 我最近也没跳得厉害 叫你跟我一起离开高向城 你又不愿意 现在要出事了 我看着那三团光芒 就心跳得厉害 咒深深淡淡道 是我连累了大人 但我不能走 大人应该自己离开才对的 这也说不上连累 奥公公挥了挥手大度道 我怎么能把小咒留在这里 自己一个人走呢 不过奥公公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 要是太危险 那待会小咒你记得跟着我 我有办法保护你 其他人就顾不了了 咒深深眼角跳了跳 对于奥公公的保护之语 咒深深表示怀疑 但还是应了声势 这就是那三个噩梦怪诀吗 李崇娘同样在看着天空中的光芒 她轻声道 剥皮婶婶 你回城去 看着她 少主 这不行 暗处沉剥皮的身影浮现出来说得很坚决 快去 我不会有事的 李崇娘又是轻声催促道 就算不敌 难道我还逃不了吗 沉剥皮沉默了一下道 我让刘三伙他们想想办法看能否寻到他 要是真的遇到危险 我再赶过去 那三只怪诀来立古怪 我要守在少主身边 少主不要多言 我不会答应的 李崇娘儿没轻醋 她答应了镇守村子 无法离开 但她了解陈剥皮 陈剥皮不肯 她就算逼她 她也不会愿意去的 乌弥陀佛 白象寺内远海站在塔顶 也看到了那三团光芒 她没有立刻赶过去 因为宜兰斯还没有向她求助 也因为那三团光芒位置太高了 她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先静观其变 她担心光团的位置还会改变 向着十八村书院或白象寺方向而来 滋滋声开始从光芒之中扩散而出 只是这声音被高象城的扶阵阻挡住 十八个村子虽然没有高象城这样厉害的扶墙扶阵 但同样被留在那里的扶狮舞者们激活了蓝色的扶阵 挡住了可能有问题的滋滋声 周凡已经与三位四镇时代招数时扶狮舞者站在城墙之上 尽量近距离注视着天空上的巨大蓝绿光芒 张公公留在了宜兰斯府主持大局 他们这些人没有在高象城的防御扶阵之内 但在那滋滋声响起的瞬间 队伍之中就有扶狮扔出树道扶路 散发金色的光照挡在了他们身前 这样的小事有扶狮们去处理 周凡五人凝神看着三团蓝绿光芒 公天府努并没有搬运到城墙上来 而是散开分在城内三个角落 因为一来城墙太狭窄 二来就算搬到城墙上 那三团高挂的光芒还是不在射城之内 光芒还是在伸缩变换 时大时小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现身 沈静不解问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 他们会突然现身 他们应该是处在剧烈的成长变化之中 不是失去了控制 就是认为他们足够强大 不需要再躲躲藏藏 黄不觉仰头看着那三团光芒开口说道 这对我们来说 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至少不需要再想着 如何费劲将他们寻出来 文提说道 多日来的煎熬也算有个结果了 很快底下的浮尸就测试出 这声音并不会对人产生任何的伤害 就在黄不觉下令撤开身前浮阵之时 三团光芒传出的滋滋声忽而变得尖锐起来 见此黄不觉他们脸色微变 又连忙让浮尸扔出一道道浮路 布下一层层浮阵 伸缩变换的三团光芒停止伸缩 而是在不断膨胀 直至每一团光芒膨胀到足以覆盖两房时 才停了下来 三团璀璨的光芒给人一种就撕裂羊坠下的压迫感 砰 三团光芒齐齐爆开 爆炸卷起蓝绿色的狂风横扫开来 光芒璀璨映照得所有感知是光芒的人都闭上了眼睛 不好 在呼呼风声之中 不知谁喊了一声 终凡他们所在的位置再也站立不定 众人被狂风吹得七零八散 在这什么都看不见的瞬间 周凡在被先飞之时 他的袖刀出鞘 刺在了坚硬的砖石之内 这才使得自己没有被吹离 蓝绿狂风散去 周凡环视了一下四周 发现有不少人被吹离十来米 但幸好城墙上两边围着的砖石够高 没有人被吹落下去 黄布绝三位四镇使距离周凡不算远 他们都是积极看向城内 发现城内的防御浮阵没有被那古怪的狂风吹溃之后 才松了口气 连忙抬头看向高空 他们眼瞳收缩着 高空蓝绿光团早已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三头大的惊人的怪诀 蓝绿怪诀如在天空腾飞的巨兽 散发淡淡的蓝绿光芒 所有看着他们的人都被他庞大身躯背后展开四片随风飘荡的透明翅膀所吸引 翅膀上有大小不一的蓝绿漩涡纹路 左右完美对称 蓝绿漩涡纹路还在不断闪烁变换大小 射人心魂 所有人都是如痴如醉看着 忘了世间一切 第997章公天服务 天空三头巨大蓝绿怪诀 在黑夜中同样散发淡淡的蓝绿光芒 他们那如人头如大的三个副眼之上有着三根蓝绿处虚时不时伸长交缠在一起 他们展翅盘旋 为他们真正的成熟而感到喜悦 这使得他们一时间忘记被他们迷了心神的猎物们 站在城墙上的周帆 视线只是随着盘旋的蓝绿怪诀翅膀游移 他的脸同样似高像城内抬头仰望的所有人一样 茫然而呆滞 主人 主人 小犬的声音从他的心底响起 但却无法唤醒周帆 黑色的头发从周帆的脑顶伸了出来 捂住了周帆的眼睛 不让他再看那诡异的蓝绿翅膀 周帆一时间就清醒了过来 明白他刚才人魂被吸引住之后 他顿时感到悚然一惊 那些怪觉得翅膀上的纹路不是诅咒不是毒素 所以他身上携带的墨咒符等符录器具都没有起作用 当然要是有什么东西攻击他 他的意识会惊醒他的人魂 就算小犬没有帮忙 他也能醒过来 周帆低下了头 他让小犬缩回头发 他的视线重新变得清晰了起来 他看了一下四周 正好看到黄不觉也挣脱了那种人魂被设的状态 至于黄不觉如何挣脱的 周帆就不知道了 两人对视一眼 脸上游自带着巨异 但很快恢复如常 迁就人 黄不觉对周帆审声道 两人分散开 分布捂住审静与闻提的眼 让他们恢复了意识 这时 城内的防御阵法已经转为漆黑的光芒 这时城内一鸾私府发现了那三只蓝绿怪爵翅膀的诡异 把防御阵法转为漆黑的光阵 屏蔽了空中的景象 把城内那些被迷住了心神的人救了回来 沈静与闻提也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也顾不了多想 而是分散 一会就把所有的浮尸舞者救了回来 但他们不敢再直视空中的三头蓝绿怪爵 周帆开启了耳时 也只能听到高空三只蓝绿怪爵盘旋的高度 他们发出的鸣叫声 他们展翅的呼呼风声 却无法得知他们在做什么 现在怎么办 沈静吉声道 他们现在连直视都无法做到 这样无法直视的怪爵 不是没有预见过 服师们已经取出一道道福禄 让数个舞者贴在身上尝试 看能否不再受那诡异的射魂翅膀影响 城墙之下的遗伦司府应该也在想办法 但在这时 空中因为进化而感到喜悦的噩梦 怪爵已经恢复了冷静 他们围绕着雄伟的城池盘旋 进化使得他们感到鸡肠碌碌 他们的敷衍贪婪注视着城池下百万生灵 似吃一阵向着城池俯冲而下 绞心他们下来了 周凡的耳识第一时间察觉了噩梦怪爵的动向 大喊了起来 三只噩梦怪爵俯冲而带来阵阵狂风 吹得城墙上的周凡他们衣衫裂 高向城的扶阵开始散发悠悠的黑色光芒 无数金色光剑朝三只噩梦怪爵急射而去 他们只能听得到羞羞的剑矢声 与三只噩梦怪爵的尖锐鸣叫声 周凡侧耳倾听着一切动静 他的耳膜被震痛 只能运转真气收缩耳石 待扶阵第一波攻击结束之后 一切声息平静下来之后 周凡又连忙让耳石扩散出去 只是他的脸色很快大变起来 他抬头看向夜空之中 夜空中一片漆黑 他们不见了 周凡开口提醒道 黄不觉他们也纷纷抬头 发现三只噩梦怪爵果然消失了 他们该不会见弓不破浮阵 向城外的村子转移过去了吧 文体脸色微变道 但他很快知道自己猜错了 因为被漆黑光芒所笼罩的城池 传来了巨大的吵杂声 恐慌声 周凡他们微微一正 很快反应过来 这三只噩梦怪 绝不知用什么办法越过浮阵 进入了城内 众人朝城墙的石阶狂奔而去 赶下去支援城内的人 这三只怪爵在没成长起来之前 就能在高象城来去自如 他们这时能越过浮阵进入城内 那不是出奇的事情 周凡他们从城门石梯奔下来 巨大的声浪传入他们的耳中 那三头巨大怪爵落在了东南 东北 西南三个区域 他们的处须蔓延着穿过一个个人的头颅 西时他们喜欢的脑碎 因为距离较远 他们又是已经降落下来 所以周凡他们不用担心 看到他们翅膀那诡异的蓝绿窝纹 不要靠近他们 我们分开去攻天扶弩 你们谁修炼了眼识 黄不觉看着已经乱成了 一锅粥的三个区域冷声问 怪爵进入了城内 扶阵不敢再乱用 因为扶阵杀伤范围太大 在城中人这么多要是使用防御扶阵 死的人就多了 只能使用攻天扶弩 我修炼了眼识去东角 周凡把腿就往前奔去 很快就消失在黄不觉他们的眼前 至于黄不觉他们还有没有人修炼眼识 又如何分配 周凡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周凡越上瓦顶接连跳跃 他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到了东角 看到了舞者们正在调试攻天扶弩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周凡一跃而下 很快就奔到了一轮丝舞者们身边 原本发现有人出现 舞者们都是一阵紧张 待看到是周凡之后 才松了口气 让我来 周凡没有多说话 他把发射攻天扶弩的位置 从一个舞者手中接了过去 福建族有一丈长 要是没有足够的力气 根本无法把攻天扶弩的大弦拉开 但对周凡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要是没有眼识的辅助 这么远的距离攻天扶弦 就算面对巨大的目标 只能碰运气 这样很难射中足以致命的部位 周凡肌肉膨胀 他整个人都爆发变得高大起来 拉开大弦 眼识小心翼翼开启 他没敢看噩梦怪诀的翅膀 而是盯着他那怪异的圆脑袋 体内的蒸汽灌注进福建内 白色蒸汽激活了巨大福建上一节节的福纹 与福纹融合在一起 特质的福建流淌着淡淡的金光 这也是周凡亲自射箭的一个原因 攻天扶弩因人而言 舞者越强 蒸汽融合发射的福建就越强 福建瞄准了东南区域那只噩梦怪诀的脑袋 第998章阴影线 周凡没有急着发射攻天扶剑 他目光枉然 耐心等着机会 直至那头噩梦怪诀伸出他的三根处须向着底下被迷惑了心神的人刺去之时 周凡松开了拉着的粗弦 砰 发射箭使得巨大气压声爆开 扶弩四处杀石滚动四箭 吹得周围舞者都是后退了几步 金色的巨大扶剑爆射而出 只能看到一轮模糊的金影在空中划过 那噩梦怪诀听到了背后的暴鸣之声 他嗅到了巨大的危险 一声刺耳的尖叫 他的四双翅膀骤然蜷缩回来 把他围了起来 一丈长的金色扶剑到了 直至贯穿了他的四双翅膀 蓝绿色的液体洒落下来 他发出了悲鸣声 城内他的另外两个同伴同样发出声音在回应 并且展翅想象着他这边一动 只是黄不觉他们也出手了 使用弓天扶弩等手段 把那两只噩梦怪诀留在了他们本身的区域 黑夜中灰尘滚滚 隐隐有着火焰在城中灼烧了起来 人的慌乱惨叫声在城内回荡着 上见周凡大喝道 被周凡见识射中的噩梦怪诀 他刺吃一斗 吃的一声 见识到射而出 刺穿了一座半坍塌房子的墙壁 周凡脸色微凝 这贯注他真气的弓天扶剑 居然没有贯穿那噩梦怪诀的身体 甚至符文的力量都无法扩散 噩梦怪诀张开了嘴朝周凡所在的方向咆哮起来 无数蓝绿色的唾沫标剑出来 这是孟默 他开始向着弓天扶弩这边急冲 他的移速很快 他移动的时候身体还在不断缩小 很快就消失在周凡的眼前 周凡脸色又是一变 这怪觉得身体还能变小 他的眼角于光看向另外两处所在的噩梦怪诀 果然身体也消失了 做小身体可能是为了躲避弓天扶剑的攻击 不过他很快就再也顾不得细想 因为那噩梦怪诀横冲直撞 冲塌了一座座房子 很快就出现在周凡的不远处 噩梦怪诀已经变得如人一般大 他展开四次 又发出愤怒的嘶叫 别看他 都给我后退 周凡大声喝道 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小犬从周凡的脑顶钻出 坐在了周凡的肩膀上 他速速发抖 但这种时候容不得他退避 他成了周凡的眼睛 噩梦怪诀翅膀上的蓝绿窝纹 对同为怪诀的小犬并没有起作用 周凡拔出绣刀与得字刀 他进入了一种与小犬心意相通的状态 小犬能看到什么 他就能看到什么 根本就不用小犬开口告诉他 这是他刚才在匆促之中 与小犬沟通想到的办法 要不然仅仅凭着耳时 他很难与噩梦怪诀战斗 我倒要看你有什么本事 周凡冷笑 紫金甲皱将他与小犬都覆盖了起来 噩梦怪诀尖叫着朝周凡扑去 周凡的身体刷的一下消失在噩梦怪诀眼前 他出现在了噩梦怪诀的后背 噩梦怪诀同样在快速转身 他那好像镰刀一样的六足朝周凡劈斩而去 周凡双刀与镰刀六足瞬间不知拼了多少下 真气与怪诀的力量碰撞肆虐开来 震塌了周围的房子 地面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周凡发现噩梦怪诀的三只副眼 能轻松捕捉到他顺一级的身法与快刀的动作 而且他的六足砍击威力甚至不下练弃三段的舞者 周凡在格挡噩梦怪诀的六足镰刀攻击时心思转动 枯梦是顺着他的双刀蔓延 只是噩梦怪诀四次一扇 他的身体在飞速后移 周凡威正了一下 他的枯梦武士收敛回刀内 但噩梦怪诀发出一声揭鸣 身体如一道蓝绿的光线 向着城内的方向逃去 周凡脸色微沉 他施展顺移身法 向着噩梦怪诀追去 这噩梦怪诀应该是能感应到危险 要不然不会在他要施放枯木式杀死他的时候 突然后退 这是一种类似他意识的能力 快速移动的周凡人魂突然激动了一下 这让他脸色微变 急急停了下来 整个人后退了数步 刚才意识给他警示 说有危险 意识的警示让周凡停了下来 他在追踪噩梦怪诀时 意识可是扩张到了十步的意识极限 也就是说十步之内有危险 周凡环视了一下四周 眼睁睁看着那噩梦怪诀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很快周凡就发现了他前方空气里出现了三根细细的银线 银线若隐若现 周凡明白 他刚才要不是停下来 要是他的真气防御 紫金甲咒这些无法抵御住 那他会被银线切割成三段 真是奇怪 你是如何发现我的线 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这声音就似在周凡耳边响起一样 戴着黑红面具的男子在黑暗废墟中走了出来 他眼里带着好奇之色 他刚才布下可是绝杀的局 只要杀死这个怡鸾丝的高手 那只噩梦怪诀就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不过现在也一样 他的那个同伴已经追了过去 他只需要在这里将眼前的男子拦住 周凡睁开了眼 他看着黑红面具男子没有说话 而是一个瞬移就冲向了黑红面具男子 只是周凡的动作很快就停了下来 他在不断后退 双眼挑眉 因为黑红面具男子身体四周浮现着无数的银线 黑红面具男子叹了口气道 看来你真的能发现 我这阴影线炼制不易 可是连眼识都能蒙蔽住的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现在我只能杀死你了 周凡冷声道 你废话太多 如果你真是面具组织的人 那我可是宰过你组织的好几人 不差你一个 周凡又是刷的一下消失在原地 我承认你身法确实快 黑红面具男子双手抖动 空气中有着无数的银线若隐若现 将他笼罩了起来 这是他弃钢断修炼而成的特殊钢线 他曾经利用这钢线 把一个倒进修饰切成了十来段 对他而言 周凡显然不是倒进修饰 那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周凡的身影浮现出现在他的左侧 黑红面具男子脸色平静 钢线抖动着笼罩着周凡 收缩拉紧切割 只是钢线穿透了周凡的身躯 却没有想象中的血水标件 黑红面具男子眼瞳收缩 但他再也来不及做什么 就刀在空气中划过 将他的头颅割了下来 带着黑红面具的头颅在地上滚动 双目露出恶然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的阴影线会没有任何的效果 周凡扯下面具男子身上的福带 他没有再看一眼地上的尸体 收刀入鞘 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第999章十日 与千诀 从城外18个村子向着高向城的方向看去 可以看到高向城火光冲天 并伴随着一阵阵轰鸣声传来 但这首村子的李重娘 周深深等人只能沉默看着 他们的职责是守卫村子 要是他们离开 从而导致村子出现什么问题 那就麻烦了 那三只怪诀可是会飞的 随时都可能离开高向城 往村子这边过来 城内的事情只能交给伊兰斯 周凡往前奔走 他时不时跃上瓦顶 观察着周围 试图寻出从他手中逃逸的噩梦怪诀 该不会是又进入了他最擅长的隐秘状态 周凡心思转动 映入视线的是燃烧的房屋 四处呼喊救火的人 人的痛喊声哭泣声传来 周凡叹了口气微微沉默 他不知道其他两处的情况 但黄不觉他们比他经验丰富 应该问题不大 就是这三只噩梦怪诀都已经降临城中 每一夕过去都会给高象城带来很大的损失 何以元海大师还没有来 还是来了在其他区域 周凡没有多想 他定住心神搜寻噩梦怪诀的踪迹 在这种混杂的环境之下 耳识难以起到作用 周凡只能使用了眼识 鼻识来寻纳噩梦怪诀 噩梦怪诀身上的气味 在刚才打斗中周凡已经记住 但城内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 想凭彼时从这么多气味中 秀出噩梦怪诀的位置也不容易 周凡现在只希望那噩梦怪诀 没有进入特殊的隐匿状态 要不然 要不是那个面具男子的拦阻 他也不会跟丢那噩梦怪诀 周凡走走停停 站在瓦顶上的他忽然看到了 不远处的一座座房子坍塌下去 那里有打斗 周凡眼神一凝 然后向着那边奔去 他一本奔一边合上了眼睛 紫金甲皱引甲浮纹浮现 使得他连带小犬都进入隐身状态 他很快就奔到了打斗的地方 周凡借助小犬的视野 这里已经成了废墟 但打斗的不是人与噩梦怪诀 而是两个人 一个是身穿黑衫 脸上蒙着黑布的黑衣人 一个是青红面具男子 黑衣人用常见 青红面具男子用的是一柄斧头 两人显然都到了气刚断 见刚与辅刚不断碰撞炸开 掀起阵阵狂风 烟尘滚滚 在烟尘弥漫的另一边 有一个半圆浮阵散发着淡淡的青色光芒 那个噩梦怪诀被困在了浮阵之内 正在不断嘶吼 他用自己锋利如刀的六只试图撕裂浮阵 但每当他这样做 浮阵就会反弹青色的雷弧 便得他六只有着淡淡焦黑之色 他的翅膀上还带着伤口 赫然是周凡利用弓天伏剑打伤的那个噩梦怪诀 周凡也微微眯起 看着场中打斗的两个舞者 他小心翼翼绕着弯一动 他现在只想移到噩梦怪诀的身旁 然后伺机而动 最理想的结果是这两人拼一个两败俱伤 那他不仅能捉到这噩梦怪诀 还能把这两人给一次解决掉 要是实在不行那他只能尽快了结这噩梦怪诀 不能走得太近这噩梦怪诀有着能感应危险的类似天赋 周凡在心中提醒着自己 但他还没有走到一半路就站住了脚 因为那两人突然停下了打斗 分开站着 周凡微微挑眉 因为这两人都没有受伤 为什么分开不再继续打呢 你们千绝蒙为什么针对我们 黑衣男子沉声喝道 金红面具男子冷笑道 你们十日教不也是冒充我们千绝蒙在高象城到处闹事栽赃我们吗 想让我们千绝蒙进入官家的视线吗 周凡面露异色 十日教他知道 是大卫国的一个神秘组织 是伊兰斯邪恶组织黑名单前五的存在 一旦发现十日教的成员 伊兰斯武者能逮捕的就逮捕 无法逮捕的可以当场斩杀掉 大卫国存在一些邪恶组织 这些组织犯下累累恶行 官家对这些在黑暗处的势力都是除之而后快 但面具男子属于所谓的千绝蒙 可能是一只刻意隐藏 也可能是一个新兴的邪恶组织 这么说你们承认是你们袭击了白家商队 扰了我们的好事 黑衣男子声音寒冷 原来白家背后的视力是十日教 周凡脸色微变 白老爷子好大胆 居然敢与这等邪恶组织合作 面具男子轻笑了一声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针对我们 我们与桂蒙素来没有任何仇怨 黑衣男子不解问 面具男子没有回答 他只是瞥了一眼被封禁起来的噩梦怪诀 黑衣男子很快反应过来 他审声道 原来是为了魂梦兽 为了梦完 那偷走我们梦完的也是你们了 面具男子没有再回应 他手中的斧头一披就是一道黑色的斧钢悬披而去 黑衣男子常见微颤 浅黄见钢飞射 斩碎斧钢 两人都知道不能久拖下去 一轮丝的人很快就会赶来 为此两人的战斗越来越凶险厉害 为的就是尽快解决对手 周凡脚步清零向着噩梦怪诀走去 谁 黑衣男子的耳垂忽而动了起来 他一剑披得面具男子后退了术步 常见一聊 就是一道剑钢急射而出 赫然是周凡所在的方向 周凡冷哼一声 手中锈刀出鞘 把急射而来的剑钢踢成无数的浅黄光丽 但他的身影也显现出来了 周凡心里苦笑一声 他没想到这黑衣男子修炼了耳石 显然黑衣男子一直留意四周的动静 他偶尔会开启耳石来确认是否有人敢来 结果却听到了周凡的存在 青红面具男子发现身穿紫金甲皱的周凡之后 他也没有再急着出手 而是眼瞳收缩问 我同伴呢 之前周凡追击那噩梦怪诀时 一直躲在暗处的黑红面具男子就去拦住杀周凡 而青红面具男子则是想法将噩梦怪诀捉住 计划本来很顺利 青红面具男子利用特殊的扶阵困住了噩梦怪诀 但没想到躲在暗处的黑衣男子也出手了 要不是他躲得快 可能已经被黑衣男子杀死了 只是他这边不顺利就算了 他与黑衣男子厮杀 还想着黑红面具男子尽快来帮他 谁知道来的是周凡 那他同伴呢 第一零零零张响当黄雀 面对青红面具男子的问题 周凡轻笑一声道 你那位同伴 当然是尘归尘土归土了 青红面具男子沉默了一下 才明白周凡的意思 其实周凡出现在这里 而不是黑红面具男子 这也证实了周凡的说法 青红面具男子眼露警惕之色 他环视着四周 无论是周凡还是谁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杀死他那位同伴 显然有一个实力与道进修士 差不多高手在城内 黑衣男子同样是眼带警惕看着周凡 三人沉默对峙 不远处有着脚步声传来 显然是一轮丝的舞者 开始往这个方向赶来 要是只有一个气缸段舞者在 周凡早就出手了 但对方有两人 这两人在气缸段之中 也是顶尖层次 周凡想一一敌二 可没有这么容易 对周凡而言 拖得越久越好 这里可是高相城 简然青红面具男子 与黑衣男子也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青红面具男子先动了 他做了一件让周凡与黑衣男子 预料不及的事情 他的左手缩进袖袍内 在伸出时多了一张青色的符纸 符纸迅速燃烧 符纸燃烧之时 封住噩梦怪爵的青色浮阵散去 噩梦怪爵尖叫一声 展翅飞了起来 刷的一下就消失在三人眼前 周凡面露怒意 他只能朝噩梦怪爵追去 青红面具男子的身影很快 引入了黑暗处 黑衣男子哼了一声 他的身影随着周凡的方向追去 只是他刚走了几步 黑暗处有着锈刀透出 锈刀爆发出冷蓝色的火焰 青黑鬼气 黑色雷狐 在真气的灌注下 多种力量交织的一刀凶险之极 黑衣男子的身体抖动了一下 化作一抹残影向着左边移动 避开了这凶险的一刀 只是又是一柄锯刀从黑暗中披下 锯刀中爆射出金色的碎雨 啾啾啾 金色的碎雨贯穿了黑衣男子的身体 万天雪雨飙射 黑衣男子倒在了地上 他的全身都是密集的雪洞 他死前还是不敢相信 自己就这样死了 从黑暗中显现出身影的周凡 只是扫了一眼黑暗处 他把黑衣男子有些破裂的福袋摘下收起 才朝噩梦怪觉消失的方向冲去 在黑暗处 青红面具男子的身影浮现 面具内的脸渗出了冷汗 这一轮丝的年轻舞者实力未免太可怕了 与他打成平手的十日教舞者就这样被杀死了 实力是一方面 这年轻舞者的心性也很可怕 他也没有想到这年轻舞者会这么快就折返回来 杀了黑衣男子的一个措手不及 刚才他要是似黑衣男子那样跟在后面 面对这年轻舞者的两刀 恐怕也难以幸免 算了 算了 这魂梦兽还是不要了 青红面具男子男男自语说 他很快就消失在原地 周凡无法不折返 他可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费了一些时间杀死青红面具男子 那噩梦怪觉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周凡的眼前 他的眼时与鼻视都一直保持着开启 他向着空中四处仰望 发现没有就继续以不快不慢速度奔走 噩梦怪觉应该是知道没有任何遮挡物的空中并不安全 尤其是空中还有一蓝丝的浮阵在 他为什么不是以前那样进入隐匿状态 周凡一边搜寻一边不解自问 要是这噩梦怪觉进入隐匿状态 那周凡早就对他没办法了 他应该无法这样做 要不然早就做了 而不是被人用阵法风印住 那进入隐匿状态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已经进入成熟的状态 身体改变无法在似以前那样 还是缺少某种必要的条件 周凡心里面转着各种各样的念头 他很快就从东北区域的小同房穿出来 看着西北三方上风房的边界 他停顿了一下 即使无法发现噩梦怪觉的踪影 但周凡能够嗅到噩梦怪觉的气息 就是在西北区域 他为什么要往这边跑 不是应该往他同伴身边跑才对吗 周凡这样想着 他把一道符露扔出 符露散发淡淡的红色光芒 碰的一声 红色光芒冉冉升起 不一会儿 在附近的一轮四五者们都赶了过来 他们朝周凡拱手行李 有一只噩梦怪觉进入了西北三方 你们给我搜 并且告诉这一区域的世家们 让他们小心一些 一旦有发现发信号给我 周凡冷声下令 西北三方的世家们今夜一直没有出手帮忙 只是守着自己的家宅 只要不波及他们 他们都不会理 世家无情 周凡不是关心这些人的死活 而是让他们警觉一点 这样能够更快搜出那噩梦怪觉 武者们因了声势 立刻冲入了西北三方 周凡又拦住两个探觉员问 知道东南西南两个区域的状况吗 两个探觉员都是摇头 私服武者们今夜四处奔走 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在了救灾上 这三只怪觉得力量太强 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太小 周凡侧头看向东南西南两个区域 只是看到红色的火光以及巨大混乱声 周凡让他们两人不要跟着搜索 而是去打探情况 立刻向他汇报 周凡没有与四位四镇室联系 是因为他们也许都在战斗 未必有空理会他 周凡踏入了上风房 经过一轮四武者们的大声提醒 上风房的释迦们立刻知道 噩梦怪诀进入了这一区域 消息迅速传达 释迦们相互呼应 整个西北区域立刻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释迦的武者们或是跃上屋顶 围墙或冲入小巷之中 寻找那头怪诀 昆尔记得房的一个世家宅院传出了凄惨的喊声 喊声一闪而逝 但附近世家舞者们都是听到了喊声 朝那个世家围了过去 都小心一些 不要看他的翅膀 别让他逃了 快通知一轮丝 让他们过来 各种各样的喊声此起彼伏 周凡很快也得知了消息 黑暗中的他几个瞬移 向着世家提供的方向追去 发动世家们搜寻 果然效率很快 要是自己找 说不定会让噩梦怪诀 带着我不断绕圈 周凡很快就到了世家舞者所说的那处庄园 舞者们不敢翻越围墙 只是围住这处庄园